怪不得是送零食吗 这就想得通了 他那些短信是我发的 你为什么冒充我男友 给我发那些短信 我只是不希望你再这么 这么下去这么糟糕 那我这么下关你什么事 我发短信问你 是不是我男朋友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只是出于好心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想冒充你男朋友 其实他之前男朋友 给我打过电话 问过他的情况 那我男朋友 跟你打电话说什么了 他就 他就问你 你过得怎么样 我跟他说我说 你过得很不好 那他现在在哪 他没说 我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会 有他们家钥匙呢 那天晚上 我给他 像以前一样 给他送东西 我发现他家那个门是开的 他喝多了 就坐在他家地上 那我们家开门 你就进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当时 是别人看见你家门开的 是别人说他怎么样 我只是出于关心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做 你还 你还 你还数落别人 你说多危险啊 这还好是熟人的 这不是熟人 你说你喝醉了 跑里边 进来一个人 把你怎么样了 你也不知道 你还吼别人呢 你还好是碰见他了 他以前不是这样 他从来不挂大农庄出门 后来有一次 他让我给他送东西上去 我发现他家乱糟糟的 满地全是烟头 还有酒瓶子 你就是一卖货送货 你就是一小卖部 给你钱 给我东西 你就走就完事了 吧 我家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是你每次回家那么晚 你以前从来不这样 跟踪我 人家是为你好 有谁三更半夜还看我 因为就是之前那件事情 你家门都没有关 所以如果你不回来 或者说你家不熄灯 我不会睡觉的 我真的是 是担心你才这么做的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